浙西湘公所5月13号下午举办了 浙西2020神音之乡木雕艺术奖 邀请到国内原住民木雕艺术家 还有木雕好手参与现场创作营的竞赛 以藤爱自然界林木及原住民文化为进行主题创作 展现了台湾林木正贵特色 创新产业文化特色 还有永续环保教育应链 进而打造具有浙西观光视野和原住民的艺术 遥光洒落在美丽的花莲浙西湘古风村 一路赶布农布落游戏区当中 有主持人带领仁其声开口喊 卓西2020神音之乡木雕艺术奖开福大吉 宁静悠然的尾风当中 一道层而有力的斧头客幕落下 正式宣告木雕艺术奖活动开始 所以我们就借着这样的活动 邀请所有全国的木雕大师 来把他们的作品呈现 然后留在我们这里 将来我们欢迎大家来这里欣赏 我们大师姐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卓西湘公所屋又13号下午举办了 卓西2020神音之乡木雕艺术奖 邀请国内原住民木雕艺术家 以及木雕好手参与现场创作并且竞赛 以腾爱自然界林木以及原住民文化为进行主题创作 展现台湾林木珍贵特色 创新产业文化特色以及永续环保的教育一年 我们在107年我们在玉里地区有疏罚了一批台湾山 也是我们蒸叶树五木的其中一个 也是台湾长得最高的一种树种 它可以到70公尺高 那这一个树它的新材的部分 色彩上面的这个纹路非常的漂亮 新鲜的时候有流离光 那干燥以后它的纹路也是非常漂亮 进入决赛的10名优秀台湾原住民族工艺师 将在5月14号到28号只创作期间内 必须要完成一届木雕作品 我想我的主题可能是以团结为主 然后以人物来呈现 因为这边是左西乡与黑熊的故乡 那希望说能做一个黑熊 那不知道能不能做出黑熊 就大概这样 109年5月30后在一路赶布农部落游戏区 作品展览以及颁奖典礼 也欢迎民众前来欣赏木雕选手精湛的创作 记者高双双左西乡采访报道